各位觀眾,我是Kokoです 我們在找JL-PTN3 找到第三天了 我們第三天要講的文型是這個 就是Ipponde 這裡 還有下面 Ipponda 首先我們看看上面那個 Ipponde 前面是跟這個動詞的普通形 I的用詞 NA的用詞加NA 或者DEARU 名詞加NO 或者DEARU 它的意思是一方面什麼什麼 另一方面什麼什麼 這樣的意思 可以表示在同一個主語不同的方面 又或者可以說兩個不同的主語 進行對比說明 我們先看看第一個同一個主語的例子 例如說他這個人 這個例子是 彼は自分は何もしていない一本で 他人のすることによく文句を言う 它的意思是他自己什麼都不做 但經常都對別人做的事發露騷的意思 大家看到這裡的主語都是他 然後下面 如果約就兩個不同的主語的主語 對比說明的話 我們先看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姐姐和妹妹 是兩個人 あれは明るい一本で 妹妹は無口字だ 表示姐姐很開朗 但妹妹跟她相反 很沉默寡言的意思 在這邊下方是第二個文型 一本aba 前面是跟動詞詞書形 它的意思是不斷地 愈來愈找到 表示某種事態 是朝著某個方向 不斷地發展的 大家看到這裡寫著 是一路上升 或者一路下跌的 以前已經 是更加愈來愈找到 這個意思 這裏是可以用於好的事態 亦都可以用於不好的事態 我們可以看看第一句的類字 ここ数年日本に来る観光客は増える一本 就是最近幾年來日本旅遊的人 在不斷增加 就是代表越來越 以前已經是了 更加越來越多的類字 我們今天就先學這兩個 Ipponde和Ipponda 明天再溫習其他文明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